这世界终究是由恶人获胜了 七八年后等我出狱了 大家记得一起来欢迎我 这是一封杀人犯在狱中写给朋友的信件中的话 猖狂有四五孔不知悔改 我们难以想象这个杀人犯究竟有多么的恶劣 但我们更加难以想象的是 这个犯下宗罪轰动全国的恶人 不过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未成年人 1999年4月14日的傍晚 牧村杨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不出意外的话 一会儿当他推开家门 迎接他的将会是漂亮妻子 牧村迷身的欢迎回家 可爱女儿牧村膝下的开心笑脸和热气腾腾的饭菜 尽管工作有些疲惫 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这已经是足够幸福了 推开没有锁的房门 牧村娘感觉屋内有些阴冷 她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妻子 也没听见女儿的笑声 房间内杂乱不堪的摆设 让她感觉十分不安 她便呼喊这妻女的名字 希望得到她们的回应 便在不大的屋内搜寻两人的踪迹 不久她找到了 在放棉被的柜子里 妻子一闪不整 半裸着的身体早已僵硬 强忍着悲痛 牧村娘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警方的帮助下 她的女儿也被发现 就在柜子的最上层 黑色塑料袋里装着的 便是她仅仅11个月大的女儿的尸体 最后的一丝侥幸也已经破灭 牧村娘呆滞地坐在地上 转而发了疯的一般 恳求警方一定要找到凶手 找到那个杀了她妻女的恶魔 四天后 4月18日 一位年仅18岁的少年福田孝行 被警方抓获 也就是她犯下了如此的罪行 原来在事发当天的下午两点 垂涎牧村弥生美色的福田孝行 伪装成检查水管的工人 敲响了她家的房门 尽管看着这位工人的年龄有些小 但牧村弥生也并未多想 没有识破她自嫩外表下 恶毒的形式 将她请进了家中 殊不知 一进入家门的福田孝行就圆形毕露 将牧村弥生扑倒在地 想要对她实施强暴 但事情没有她想象的那样顺利 牧村弥生拼命反抗 还不停地大喊呼救 被眼前一幕吓到了的牧村膝下 也大哭不止 害怕身影引来旁人的福田孝行 便死死地掐住牧村弥生的脖子 让她窒息而死 但当时的她并未注意到这一点 她以为牧村弥生只是昏了过去 随后她用鞋带的胶带 捆绑住牧村弥生的双手 又将她的口鼻黏住 防止她苏醒 做完这一切后 福田孝行又被牧村膝下的枯鲜吵得心烦 她将小女婴扔到一旁 但这并没有阻止 小女还固执地爬向自己的母亲 气愤的福田孝行将婴儿举起 然后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连续几次 又用绳索将她彻底勒死 最后对她的母亲进行了解释 在警方抓获凶手后 凶手公认不讳 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案件结束 按常理而言应该是这样的 但我们忽略了一点 当时的福田孝行在日本的法律中 仍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正因如此 这个理由让整个案件的审判 变得风起云涌 第一次开庭 慕春阳抱着被黑色遮盖的 这个妻女遗照出席 之所以用这个黑布遮盖 是因为法官认为遗照直接出现 会对未成年人福田孝行的 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她是一个杀了我的妻女的恶魔 你们跟我说遗照会影响她的心理健康 慕春阳强忍着愤怒距离力争 才被准许用黑布遮盖遗照后 才可以办上法庭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福田孝行虽然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但却毫不在意 在自己的辩护律师的提醒下 才对慕春阳鞠躬的说了一句 对不起 福田孝行的话并未带有过多的情绪 可慕春阳分明从其中听到了嘲讽 对不起 难道一个杀人犯打算靠着这三个字 就能取得受害者的谅解吗 让慕春阳没有想到的是 这三个字对他没有起到作用 但法官却十分受用 这表明了这个未成年人已有悔改之心 最后判决为无期徒刑 其上福田孝行的律师看到判决结果 更是伸手对慕春阳比了一个夜 然而说是无期徒刑 但实际上并不会一直将福田孝行 关在监狱里七八年后 他又可以自由地生活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 慕春阳怎么能接受 如果这就是司法的判决 那不如直接判他无罪释放好了 之后我就会轻手杀了他 对这记者的话同 慕春阳言辞激烈 可想而知 慕春阳对于法院的审判极其失望 他甚至并不再追求法律的帮助 宁愿自己杀人犯罪 也要让福田孝行得到应有的惩罚 可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改变了这样的想法 吉田先生 吉田先生是本案的检察官 但除此之外 他更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 他不能认同这样残忍的案件 就以如此草率的方式结束 一旦结果彻底确定 那么以后再有相似的案件 犯人同样会得到这样堪称 毛毛雨的处理 两人为此到处奔走 慕春阳更是在节目上直接发出质问 法律保障了被告人也就是加害者的权利 但受害者和受害者家族的权利谁来保护 明明受到伤害的是我们 慕春阳的诉求得到了正面回应 当时的日本首相也为此特别发表了声明 并在此之后进行了法案的改正 吉田检察官和慕春阳也借此进行了上诉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的审判结果仍然维持 无期徒刑的判决 原因还是福田校刑是未成年人 思想并不成熟 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尚有改正的可能 还有不确定的未来 执行死刑过于极端 事件陷入了僵局 如果没有其他证据 判决结果似乎就无法更改 两人又继续开始了调查 并打算上诉最高法院 在调查中 吉田检察官得知当时 上在狱中的福田校刑 给朋友写了几封信 他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入手点 路边一只公狗看到好看的母狗就骑了上去 不是吧 这也算犯罪吗 这世界终究还是由恶人取胜的 七八年后 等我出来 咱们接着逍遥 看到这个信件的内容 吉田检察官根本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愤怒 对于生命道德的漠视 对于法律无法规的无视 你跟我说这是一个未成年人 这分明就是一个恶魔 不久之后 最高法院的审理开庭 让世人震惊的是 在这场庭审中 站在福田校刑身旁的律师 竟然有足足21位 作为受法律保护的未成年人 福田校刑的确可以靠这个国家的资金请律师 但21位律师并非花钱请来的 而是自愿来的 然而为什么要为杀人犯辩护 太多人心里有这样的疑问了 在司法机关面前 任何个人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哪怕这个人是一个窥子手 为了保障被告的应有权益 他们也应当有辩护律师 避免错判误判 冤假错案的发生 其目的是为了法律的公正 也是为了人民的权利 而非很多人所误认为的 为杀人犯开拓的帮凶 但如果你因为这一段话就对着 堪称四季律师天团的21位辩护律师改官 那你就错了 这起案件发展至今 早已不是一个杀人案那么简单 反而变成是否应该存在死刑的双方对峙 这些律师也因慕名而来 他们都是提倡人权 废除死刑的拥护者 如果犯罪者是一位成年人 他们未必会参与其中 正因为福田校刑未成年的身份 才让他们看到了可操作性 也看到了商机 只要打赢这场艰难的官司 名利双手 在他们的苗女生花之下 福田校刑曾经承认过的罪行全都不作数了 比如说装成工人士想要入室强奸牧村迷生 错 那是出于福田校刑对于六年缺失的母爱的渴望 才让他紧紧抱住了牧村迷生 不慎导致他死亡 后来所谓的强奸行为也并非如此 是福田校刑在小说中读到的复活方法 正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才对这种方法神性不已导致了误会的产生 至于几次将牧村膝下摔在地上 并将其类死错 那是福田校刑看到小女婴一直哭想要安抚他不慎摔到了地上 而所谓的类死则是福田校刑想要给他绑一个蝴蝶结哄他开心 手边又没有踩在只能用绳子当好心 犯坏事用力过大导致牧村膝下死亡 在他们的言语福田校刑之所以让人觉得十恶不赦 那是牧村娘和吉田检察官想要让他背叛死刑故意夸张的 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胡话 他们以为自己的豪华律师团可以曲解事实 但他们忘记了站在牧村娘一边的从来不仅仅有一个吉田检察官 还有日本的民众开庭当日 近4000多位民众到场为牧村娘助威 因为福田校刑的心已经证明了他犯下如此恶行人毫无悔改之意 最后判决结果为死刑 辩护团不满这样的结果想要上诉被驳回 致死轰动的福田校刑杀人案告一段落 但福田校刑的死刑却被一直拖延 并非案件另有转机 而是日本司法机关的法务一直没有签订这个死刑的判决 毕竟这是日本第一例未成年人的死刑判决 没人愿意用自己的名声和利益做赌注 直到2016年福田校刑 人就被关押在这个广岛拘留所的 日本是一个极少对犯人执行死刑的国家 很多时候他们宁愿让十而不赦的犯人老死在监狱里 也不愿直接把对方送上死刑台 只有几个别的案例是因为民意反对 以及原告执意要求即时执行死刑 才会考虑真正对犯罪人执行死刑的 其中1999年的这个福田校刑杀人案算是死刑即时执行的特例 但判决的过程却让原告受尽了折磨和痛苦 在日本每年死刑人数难以超过十人的苛刻制度下 改案的主犯福田校刑一年纪不满18岁 执行过程更是困难匆匆 好在福田校刑到最后没能逃脱惩罚 也成为日本于二战以后第一个背叛死刑的未成年人 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这场艰难的判决是怎样促成的 福田校刑能成为执行死刑的特例 是否意味着民意能够推动死划的进步 然而在福田校刑执行死刑后 日本人死刑率仍旧很难上升 一是日本人对送人去死十分忌讳 他们声称忌讳处刑 污穗即使人死后可能会有怨灵 二是日本人对死刑的判决期相当长 如沐纯娘所面对的长达13年之久的判决期 在如今的日本仍然十分常见 但不管怎样 类似的案例都会告诉那些被害人 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 因为王者不会答应 人民也会和你们所持有的正义站在一起 好的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请继续支持优责的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男 那我们下期见啰